19世纪末20世纪初 最早提出生态概念的英国人 雷·兰克斯特和亚瑟·坦斯利 都是沸边主义者 沸边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变种 兰克斯特是动物学家 是马克思的年轻朋友 在马克思晚年时 兰克斯特是马克思家庭的常客 也是参加马克思葬礼的少数几个人之一 兰克斯特曾写信给马克思 称他正以极大的乐趣和受益 了解马克思在资本论方面的伟大工作 坦斯利是他那一代英国最重要的植物生态学家 生态系统这个词就是他造出来的 是英国生态学会的第一任主席 坦斯利在伦敦大学学院上学时 深受兰克斯特的影响 从兰克斯特和坦斯利身上 可以看出生态学与马克思主义的渊源 当然生态学与环保主义并非一回事 生态学研究生物体与周围环境的关系 环保主义特别关注生态灾难 不过生态学能够为如何界定生态灾难 提供理论基础 与环保主义有着紧密的联系 生态马克思主义就是从生态学衍生出来的 生态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的经济危机概念之外 加入了生态危机概念 扩展了工人与资本家的矛盾 加入了生产与环境的矛盾 这就是所谓的双重危机 双重矛盾理论 用理论性的论述来说 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 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 被称为第一个矛盾 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作为一个整体与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 就是第二个矛盾 第一个矛盾导致经济危机 第二个矛盾导致生态危机 资本主义一百多年的实践表明 资本主义并没有按照马克思所描述的 因为经济危机而走向灭亡 反而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繁荣 于是第二个危机 生态危机就成了共产主义充分利用的工具 左派学者们给环保运动寻找到的 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 更是为环保主义的激进化推波助澜 原本主义的激进化推波装 本主义 ol»